Yo大家好,我是Feliffica,繼續發發龍珠,獨卡比特爆力擊戰 我已經將LR的不犯仔極限Z覺醒了 你沒聽錯,已經極限Z覺醒了 意味著我已經將極限超級戰鬥之路打完 至於通關影片,其實我已經出了兩條,剩下的之後會陸續出 但現在我想先來測試這張LR不犯仔,他的實力究竟是如何 其實我已經急不及待想扔他到場打一圈,看看他的威力 但在打之前,不如先來看看極限Z覺醒之後的能力究竟是如何 先來看看他的隊長技 隊長技能就變成全屬性的氣力加3,血功防加120% 比起之前100% 我沒記錯就是100% 就多了20% 就變了一張算是比較慢用的隊長 慢能隊長 但其實增幅就不是很大,沒什麼特別 隊長技能沒什麼特別 就看看必殺技 必殺技就如意棒極限 對目標造成極大傷害 且中機率雲人 沒什麼特別的,中機率雲 但好像雲的機率提高了一點點 我記得之前是有機率雲 我不記得有沒有記錯,機率提高了一點點 超必殺方面就滿月時發生的事 一回合內大幅提升攻擊和防禦 並對目標造成超極大傷害 這個大幅提升攻擊和防禦好像極限Z之前是沒有的 我不記得了 但總之他現在極限Z覺醒之後 他就有一個一回合大幅提升攻防的效果 令他這個輸出更恐怖 而且他用完這招必殺之後 他的防禦力和坦度也會相應提升 變得非常之不錯 但我不記得這個是極限Z覺醒之前都是這樣 還是極限Z覺醒之後才是這樣的 就不知道了 但這樣看起來這個必殺技不錯的 好,我們來看看最重點的被動技能 這個才是重點 那個被動技能 命運之輪 效果就是 回合開始時 氣力加2 攻防加77% 嘩,這個增幅 這個增幅會不會太大 我記得極限Z覺醒之前是得 只有一個 不知1萬多 加1萬 他現在直接變成77% 有點誇張 誇張得我想重複多他一次 77% 免費卡 嘩,不能要求更多了 屁肌喔 變成一張有攻擊力又有防禦力的卡 OKOK 那還沒完的 看看 還有血量低過58% 那時 氣力值加7 兼且攻擊再加58% 嘩,接著還有一個似敵方防禦無效 嘩 頂呀 即是血量低了之後 輸出更上一層樓 哈哈 其實這個很有用的 你不要小看這件事 因為他分分鐘 在你殘血的時候 他可以救你一命 因為可以一下子用輸出 轟死對面 這樣你到時 就是你沒有道具了 他一下子幫你打死對面 那就不輸到他了 OK的 非常好 OK,還沒完 接著還有一個參加攻擊中的我方 名稱含有孫悟空的角色 那時 受到的傷害減輕58% 即是這張卡又坦德又打得了 神經病 即是你同一回合你只要放一張 悟空下去 隨便一張悟空 普通的悟空也可以 超級殺人悟空 超嚴悟空 超殺悟空 超死悟空 什麼差悟空都可以 這樣 他就可以減傷58% 然後他防禦在無條件提升77% 作為一張免費卡來說 真是 無可挑剔 就這樣看上去這張卡真是好強 應該會好強 不過不知道 一切都要實際測試了才知道 現在廢話不多說了 立刻去測試一下 說多無謂 測試才最實際 OK,Let's go 入場了,又來打熱鬥悟空轉 我因為真的不知道打哪一關好 又不知道為什麼覺得這個悟空十分漏打 所以我決定又來打他一旁 非常好 還有這一關最尾是 最尾的自在極熱悟空是自屬性的 所以我相信可以給我那張 吳飯仔有一個很好的發揮空間 因為吳飯仔是體屬性的 好了來了,吳飯仔又出現了 終於到 哇,而且還拿了這個 L.R的跟斗雲悟空 啊,這一隻 那兩隻是 一批的,其實 非常夾的 他們的連鎖 那就非常好 好,那一來先看看這個悟飯仔的防禦力 究竟是多少呢 那一出現已經有九萬九的防禦了 不過呢就吃了這個跟斗雲悟空的support 但是防禦力都不算差的了 你不要忘記了,他現在拿著悟空呢 他拍了悟空一起,他會減傷58% 那再加上九萬左右的防禦力呢 就好誇張 他沒有support應該都有八萬多的防禦 再減輕傷害58% 好坦德的了,其實已經 啊,非常好啊,可以到超必殺 那就一起來看看他超必殺的傷害究竟是有多瘋了 我都好期待呀 呃,攻擊力加77% 然後再一回合大幅提升攻擊力 兼且這個,呃,有support 所以他輸了,256萬 免費卡來的,你要記得他是一隻 免費卡一來就256萬的攻擊力 好了,那剛才就看了他的超必殺 那現在就試試看一看他的必殺技的傷害又是如何了 那我覺得他必殺技應該都有接近 接近兩百萬的水平的啦 應該都不會低得去哪裡的啦 那就一起來看一看 這隻不犯仔極限射覺醒的增幅我覺得真的非常之誇張好勁 你們看他坦道 超瘋 哎呀,170萬 還差30萬就有200萬 這樣 其實比我預期低了一點 我預期是覺得應該有190萬左右 那但是都ok的,如果連鎖技能升滿了應該都有190萬 好啦,又出現了,有隻不犯仔 非常好 而且這一關有這個 轉珠 這個男神悟空幫手轉體珠出來 所以應該可以開到滿氣的超必殺 看看 對了,滿氣的超必殺 那我覺得應該會好恐怖的 這個輸出 非常期待呀 來看一看 我猜應該有300萬 不是說笑 不是跟你說笑呀 300萬 你們都猜一下,買定離手呀 我賭300萬 300萬,剛剛好 不多不少 多了一萬多 不計啦,300萬 非常誇張呀 瘋了 哇,你沒看到這隻不犯仔的樣子那麼善良呀 現在他真的不是人敢品的 我告訴你,他一下打下去 他一櫃打塌扭都行呀 神經病呀 我記得他極限設覺醒之前呢 他真的是 一隻猴子 一拳最多打爛一隻香蕉 但現在不是跟你說笑呀 一變大猩猩呢 真的是 金剛呀 KING KONG 一櫃打爛整個扭都行呀 好嘴 好啦,我們現在再看一次這個 LR不犯仔的輸出之後呢 那我們就直接飛去這個 力屬性的自在極二悟空的位置 看看 不犯仔的坦度 究竟又是如何 嘩,這裡還開了督筋模式 對了 那就讓大家一起看 他督筋模式的輸出又是多少呀 喂 對面開了必殺 我順便看看坦度 嘩,你看 沒有用道具他開了必殺 打了19,000血 熊神悟空的顏面何傳呀 打一隻嬰兒子竟然一 拗痕 唉唬了嘴 但可惜我這一刻沒有開到超必殺 所以輸出不會太高 熊字是159萬 都OK的 都不錯的 但坦度真的很誇張 大家剛才都見了 熊神悟空開我必殺技 只是打19,000血 啊 屁股 好了好了,來了啦 見到這個力屬性的志在極意悟空 終於可以 認真地測試坦度 其實剛才一直呢 這隻嬰兒子都非常坦 前面那些敵人呢 打這隻嬰兒子 打不進的基本上 可以必殺都不會打得好痛 所以這張 真的很坦 我都沒有用過道具 打了那麼久 但是呢 前面那些都不計算了 因為這隻 志在極意悟空呢 首先他很大力 而且他是力屬性 他刻住我們這隻嬰兒子 而我就想測試一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究竟坦不坦得到傷害了 那麼防禦力 也都是9萬多啦 那就不會變的 都是那句 因為始終都是 沒得疊防 但是現在減傷 9萬多的防 加減傷58% 而且我決定呢 不吃道具的啦 如果他打死我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只有不吃道具才可以測試到 這個不犯仔 他真正的坦度是怎樣 OK就這樣去 好了那看一看 嘩 哈哈哈 看到嗎 大家都看到嘛 沒吃道具的情況下 力屬性的志在極意悟空 打我們都是打不進的 掌聲鼓勵 這張吳飯仔已經鹹魚大翻身成功了 因為真的很屈肌 OK吳飯仔又來了 但是我現在就想試一下 如果對面的力屬性自在極意不空開吳飯仔必殺技又會打多少呢 但是他開不開必殺技這件事我控制不了 希望他可以開了 他這裡打這麼多下 打了多少下 我都數不清 總之打了非常多下 希望他其中有一下是必殺技 來吧 開我的必殺技 開我的不快必殺技 非常好 貴吧 看看打多少 嘩 先打10萬而已 10萬看起來好像很多 首先他欺負我熟 他打你給其他體屬性的角色 被自在極意不空這樣轟一下 沒有吃道具的情況下 起碼30萬血 這裡才扣了10萬 算是OK的啦 非常誇張啦 又來見這個自在極意不空啦 白白白白白白頭髮版 那這次呢 就用這個LR吳飯仔來欺一欺這個自在極意不空啦 哈哈哈哈 讓我用這個BB仔來欺負你先 那麼囂張啦 讓你變成白頭髮 那我們就來令這個自在極意不空顏面掃地啦 OK 吃完豬了 看一看 自在極意不空會被我們打到多金 347萬 OMG 那因為現在是不是血量低於58% 對了 血量低於58% 就變成未滿氣已經有347萬的傷害了 自在極意不空啊 都金拜下風 好啦 那剛才對面的自在極意不空好串嘴啊 他開了我的必殺技 那就打到我的血量呢 又剩下58%以下了 那他死了 我告訴你 因為我這隻不犯呢 現在超瘋的 攻擊力又好瘋的 而且可以開了督卡模式呀 那就一起來看看可不可以 有沒有機會 一回合 將對面的自在極意不空送回家了 那督卡模式呢 他就一定沒得閃避的啦 那他還剩下大概5條血 那就看看有沒有機會一招 一個什麼滿月時發生的事呢 就將自在極意不空 送去取西京 我相信有這個可能性呀 這個不犯現在已經好些 哇 紅字已經370萬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那個血量低於58%呢 這張卡就更瘋了 輸出 已經差不多接近4 哈哈哈哈哈哈 好噁 神經病 哇 一下子轟走他590萬了 哎呀 我現在的嘴已經又凹了 凹住了 好啦 那就又打了自在極意不空一鑊 但是這次呢 打得非常爽 因為這個LR的不犯仔 他的實力超乎了我的想像 好瘋了好厲害呀 那我相信大家剛才都看到他的實戰表現的啦 攻擊力又有 防禦力又有 只要拍一隻輸不空呢 他的坦度真是好誇張 跟著你開到必殺技的話呢 他都有差不多200萬左右的輸出 開到超必殺就直接300萬 超級惡 真的不是人敢品 那而且我這張卡現在的連鎖技能呢 一叻都沒練過 那如果他level 全部去到10的話呢 我真的不夠膽想像 這張卡 應該可以去挑戰一下400萬 或者500萬的輸出 啊 真是好惡的這張卡 這張卡絕對是一個 鹹魚帶翻身的一個最佳例子 絕對可以再入市察 增幅真是太誇張 我全程剛才凹住嘴來打的 你知不知道 哈哈 太屈記了 那但是呢 我吹到這張卡這麼誇張 這麼凹嘴 那其實這張卡是不是沒有缺點呢 那其實就一定不是的 那絕對有缺點 因為他始終都是一張免費卡來的 那免費卡就一定不可以弄到那麼勁的啦 說真的 不過這間都已經很勁了 那他最大的缺點呢 就是這個連鎖技能 他那些連鎖技能 全部都是一些很自閉的連鎖技能 就是啊 你都很難找角色去跟他夾的啦 就是唯獨是剛才那隻跟斗魂 吳空呢 才可以跟他夾得漂亮 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是你拿第二的吳空跟他拍在一起呢 他基本上就是很缺那個氣 他就很難開到超必殺 真的很難 不是開玩笑 所以他這個連鎖技能是他最 致命的地方 不過其實都沒得挑剔那麼多的啦 始終他還是一張免費卡來的 你要記得 但是其實說真的 你現在說他是一張免費卡 我都不相信 剛才看完他的表現之後他的實力 太誇張 即是分分鐘呢 很多現在的石抽LR卡呢 都未必比這一張卡 好了 第二個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類別啦 他的類別就是蘇石 只有四個而已 看到都眼淵 而且表面上是只有四個而已 實際上是只有兩個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入混血殺人 或者是這個 少年少女的話呢 你基本上就是 沒辦法去激活到他那個 坦 即是減傷58%的那個被動技能 因為這兩個類別是沒有那個成年的孫悟空 最多只有幼年孫悟空 但是幼年孫悟空是不算的 所以就好善啦 他只剩下這兩個類別 那這兩個類別裡面呢 你如果入這個司徒的什麼基本呢 那又是糟糕的 因為這個 這個隊的連鎖技能全部跟你不合 那你入這一隊呢 你基本這一張卡就沒什麼發揮的空間 那又是糟糕 那所以 到頭來 只剩下一個類別可以入的 那就是這個孫悟空家族 所以其實他好善的 表面上看起來有四個類別 那實際上真是可以 給這張卡100%發揮到他的威力的呢 那就是只有這個孫悟空類別 孫悟空家族的類別 那所以就好善啦 這個類別 看到呢 都眼淵 沒有眼看 但是 真是 不應該這麼說的 不應該說沒有眼看 因為這張卡是免費卡 他已經這麼厲害了 沒有得挑剔 所以 給他一些缺點 他是應該的 這些缺點我都可以接受 好了 那一輪嘴說了那麼多 我也是時候停了 那有些口乾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助到大家 更加清楚地認識到 這一張LR不犯仔 極限Z覺醒了之後 他的實力 究竟可以去到一個什麼水平 那這條片到這裡就完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